这个谭老师这两天拜登出来挺贺锦丽贺锦丽快速集结 所以民主党现在看起来清理战场之后可能重新集结 那全国性的民调跟川普的阵营事实上是有点乌乌坡接近 对哦那个你大家看这几天这个民主党集结的非常快 战场清理的非常迅速 那个约莫就是上个周末传出拜登退选 那么纷纷大家支持贺锦丽 那么拜登也这个周末的时候礼拜天确定退选 刚刚看到画面是他在周三美国时间的时候发表的公开谈话 那么党内民党党内的大佬迅速的支持为贺锦丽背书 募款又增加这个民调看起来各种不同的民调 有的是川普略为领先有的是贺锦丽略为领先 但是都是在正负3%的误差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以全国性的普选民调来讲 就几乎等于是已经打成平手了 我上个礼拜来的时候 我说这个要到8月底前打平手就不错了 你看现在才7月底 事件发生才不过几天的时间 各位其实如果回想起来 这个拜登表现不佳 这个在辩论会 这个现在离现在也不过就是四个礼拜以前的事情 所以美国的选举政治变化非常快速轮转的非常非常的快 那么时至今日 那刚才这个这个四中兄也也跟大家这个更新了 这个几乎除了现在没有欧巴马还没有力挺之外 可是我的了解欧巴马从来就没有不支持贺锦丽 那他希望在这个在最后一刻 他是最后一个一锤定音 而且在拜登正式发表谈话之后 那当然他的副手现在变得很重要 坦白讲我认为副手的人选最重要的 除了互补补强以外 还是以胜选为考量 那今天如果你赢了很多 或者是如果你已经高枕无忧了 那当然你是选自己最希望这个找的人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其实坦白讲 虽然民调是平手 可是其实就是民主党就略微落后 那你一定要找对你有加分的人 这几天异军突起的是 这个亚利沙纳州的参议员Mark Kelly Mark Kelly 这个我刚刚讲这个变化的很快 其实上上礼拜有个朋友 还在到处推荐Mark Kelly的时候 很多民主党党内大大说 凯利不会吧 怎么会是他呢 他不才刚当选参议员吗 而且这个没有全国新的知名度 你看现在已经变成了 最有可能的第一人选 Mark Kelly其实是战斗机飞行员 打过波安战争 那十几年前 NASA要找一个太空人 不是找一个 是找两个 他跟他的双胞胎 孪生双胞胎兄弟Scott 两个人去当太空人 所以他又是打过 波安战争的战斗机飞行员 又是太空人 四年前 亚利沙纳州补选 这个参议员 那他把共和党的取而代之 所以稳住了这个席次以后 2022年又连任 那大家知道说亚利桑那时候 是重要的摇摆州 那他在民主党的立场 是一个中间温和派 所以凯利再加上 传出没有被证实 但是有传出 刚刚说的这个欧巴马支持他 所以这个凯利的机会 就越来越大 刚刚讲宾州州长Shapiro Shapiro为什么 因为摇摆州宾州很大 他的选举人票非常多 而且重点是说 上次选举的时候 Shapiro赢的 比拜登总统赢的多很多了 这跟我们台湾选举也是一样嘛 就你那个县市长 那个县长赢的 比总统选举赢很多嘛 表示你在这一州很强 可以帮你加分加很多 当然他是第一任的州长 他是犹太人 那这个当然各种各样的考虑里面 时至今日 大概现在最被看好的 就是这两个人 我上次说 这个时间转的会非常快 那大概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可以做抉择 我想大概就是一个礼拜之内 那么这个副手的人选就会决定 我认为副手人选决定之后 募款持续的造势 现在这个贺锦丽到全美国各地跑的时候 一时之间反而共和党 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去攻击了 就是攻击他在左 可是也不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中间偏左 那攻击他这个在加州的时候 打击犯罪啊 打击华尔街 可是这个其实又是 川普的副手 JD Defense 本来就一向的主张 所以有点左之右处 这个情况还没有定调 还有就是说辩论 其实辩论不只是说要ABC 还是要服事而已 九月十号说要辩 本来都已经答应 贺锦丽说好 结果川普阵营忽然传出来 说你现在你又没有正式提名 你复首你候选人的人选 又没有正式决定 这个大家就觉得怪了 难道你不敢辩论吗 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你应该是共和党应该是主动 川普主动要他辩论啊 就已经设定假想敌 就是贺锦丽啊 怎么会讲出来说 你的这个人选 还没有百分之百确定是你 你等到确定来 我再跟你变 这个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不太对劲 这跟之前四个礼拜前 川普跟这个拜登 那场对战的那种 主动请因 主动求战的那种态势 不一样 所以我说 美国的选举政治的轮转 是非常非常的快速 现在开始 又要打回了一个原点 这个原点 其实大家回想起来 其实就是今年三四月的时候 三四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川普的这个诉讼案啊 川普受到一些影响啊 四月五月啊 打成平手啊 就是差不多回到那个态势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七月底八月 跟今年五月 会回到那个五月的那个点上面 所以双方打成平手 我回过头来看 谈一下刚才那个林冠里 刚刚播的雷蒙多的那个谈话 他说百分之九十三的高阶晶片 是从一个公司 他就讲台积电生产 回答的AI晶片 全部都是在台湾生产 他说我们要在本世纪结束之前 有最少达到两成 在美国本地生产 我跟各位 我跟各位说 他这样讲 不管是贺锦利上来 还是贺锐党川普上来 这个绝对会再加码 绝对不是只有 本世纪结束之前 绝对不是只有两成而已 所以换句话说 是整个的半导体供应链 整个的AI供应链 要大比例 大部位的 要被美方要求 去移转到美国 不是只有一家公司而已 是整个供应链 雷蒙多2030 要在美国先进制程的 晶片有两成 是很难打正的 就是说美国到今天为止 他亚利桑那州的产能 还开不出来 但是日本的产能还比较快 那个是有当地的原因的 所以雷蒙多可以讲这个话 就是说他目标是这个 就跟川普也讲 铁锈带的工业要回来 他就喊话嘛 他就先话吧 先话吧 我现在讲一模一样的事情 川普其不期待 制造业都回美国 期待 所以当初台积电 到美国投资 其实是在川普任内 只是川普连任失败了 那所以可以剪彩的人变成是拜登了 可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他现在也讲 他五大虎的铁锈带 他制造业要回来 好 请问怎么回来 还有我在吐槽 为什么老白男 他们被称为 特别是铁锈带的那个凡思 他写了一个书 为什么称为香巴老 就是那一群人 真的在制造业里头 可以大量的量产吗 这个我完全 因为你讲了 我完全同意 所以他的理想 理想很丰满 可是现实很骨感 你知道理想 我陈宁官也是台独独妹 我是台独啊 我是大台独啊 我就公开讲我独啊 但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了 现实我现在还是中华民国的纳税义务人 我还窝在中华民国的法治系统下 就说那雷蒙多当然 even雷蒙多讲203020% 我认为也达不到 可是就是说达不到跟选举语言是两件事 就就我刚刚讲 我的陈宁官是台独独妹 因为人家现在在选举嘛 这个是这个是选举期间一定要讲的话 一定要设的目标嘛 那那我现在就是说 不管你在这一段时间 选举还要三四个月 台北关系也没有停嘛 那还有选后到就任之前 不管是谁当选 还有选举之后的第一年 甚至是第一个一百天 这个都很重要啊 这个需要一个大战略 这个也不能只靠台积电 台积电说我有股东利益 我董事会在管啊 这个台积电的利益 跟国家利益不见得一样啊 这个话没错 可是我们政府的大战略 在这个事情上怎么处理 不是跟美国关系好一点 跟美国多交流就有用 不是嘛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国家利益 跟韩国比 我们能不能跳出来 对不对 这个一样嘛 我跑到他前面 他就输了嘛 对不对 就是某种程度上台美关系 跟韩美关系 跟台韩之间 彼此之间也有一个潜在的 一个竞争关系 那这个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 人家都讲得这么白了 跟你听了 我们现在开始思考 有点晚 但是还来得及 如果我们再不去做 国家战略的这个策略性的思考 而定出具体的方案 才能够跟美方沟通的话 就有点晚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